脾虚人就废一半了 脾胃怎么补 终于一招 再厉害的脾虚也不怕了 为什么说脾虚人就废一半了 脾和胃相表里 中医认为脾胃是后天之本 胃主受纳 脾主运化 最主要的一个功用呀 就是运化水骨 从中吸收精华部分 化生气血 所以脾胃啊 也被称为气血生化之源 脾虚运化不足 气血生化乏圆 整个人就会呈现一种 动力不足的状态 天天没精神 不想动 消化不好 脸色发黄 大便呢 还总是不成形 时间长了 气血亏虚 身体其他部位得不到滋养 整个身体的功能 都会出现衰退 那么脾胃怎么补呢 我们得先弄清楚脾胃是怎么虚的 最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平时不注意 损伤了脾胃 脾胃它最主要的一个作用就是运化水骨 像很多人平时吃东西不注意 超出了脾胃的运化能力 时间一长就把脾胃给累出毛病了 你再吃东西 它就运化不动 导致饮食机制 这时候呢 就会出现不想吃饭 打嗝 有酸腐味 恶心 呕吐等问题 这种人呢 你可以参考一个饱喝丸 来健脾消极 那脾不好 运化湿肠 还容易产生水湿 脾胃是菜阴湿土 所以它本身呀是喜造物式的 所以水湿呀 还容易反过来困住脾胃 进一步加重脾虚 所以说脾虚的人呀 体内多有失血 这时候呢 你就会天天啊 感觉头昏昏沉沉的 跟睡不醒一样 全身困重 乏力 还总是胸闷 恶心 不想吃饭 舌头伸出来一看 舌胎又厚又腻 这种人呢 就得先去湿了 可以参考一个 森林白乳伞 这两步完成以后呢 体内没有垃圾拦路了 脾气能生 胃气能降 你吃进去的补药呀 才能真正的发挥作用 所以呀 最后一步 才是补皮 但是要提醒大家 上面我们提到的忠诚药 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 每个人具体情况不同 忠诚药是成方 并不一定适合所有人 如果你有需要 一定要让专业医生 帮你辩证以后 再来用药 我先来用药 我先来用药 我先来用药